欢迎收听咪咪之音 我是大咪 今天是第十三集 故事车环岛 到了台湾西部农村的最后一站 明天大咪跟咪妈就要开往台东了 我们两个母女环岛旅行 一路上透过咪咪之音节目分享 在每个农村里头 从事友善耕作的农民 他们的一些生活点滴 其实没有特别想要宣传什么理念 什么企图 其实没有 因为我自己才书学浅 所以因为喜欢广播 所以喜欢听故事 就做节目跟大家分享这样而已 同时用免费的 而且是透过网络无国界的方式 分享给所有喜欢这个主题的朋友们 或许有人会以为 咪咪之音应该是顺便会推广什么有机农产品吧 其实这就随便大家解读咯 我是没意见的 只不过前几天就发生一件很有趣的事情 前天呢 米妈去洗头 她呢习惯把自己塞得漂漂亮亮的 那拜访的时候呢 也是一种礼貌 所以呢 她就到了高雄某一家家庭理法院 那这个老板娘呢 洗头的老板娘跟米妈闲聊了起来 她一听到我们母女在环岛一路上拜访有机农产品的农夫 她马上就说 哎呀 有机都罵 有机都是假的啦 说真的哦 这种质疑的声音这一路上也慢慢听到一些了 但是今天故事车的主角 张兆基先生呢 他是高雄市大树乡 应该说大树区 种植有机蔬果已经将近20年了哦 那20年前台湾的有机农业才开始萌芽嘛 所以那个第一波浪潮来袭的时候 站在浪头上的人 照理说应该都已经挂在沙滩上了吧 那如果 如果现在目前坐在大米面前这位幸存者 这位资深的有机农民 哎 照那个洗头的老板娘认知的话 有机是假的的话 那坐在大米面前的大哥 是 这是一场幻觉吗 这不是幻觉 大哥你是真的 张大哥你好 所以我刚刚说那个 遇到那个洗头啊 洗头的老板娘 他的那种反应那种话你也听说过吗 比那个更直接的都有 还能怎么直接啊 都说是假的了还能 他讲的很直接 我没有看过什么叫有机啊 哦 因为他没看到啊 没看到 就不相信有这样子 你直接面对的人知道你都做有机了 他还这样质疑吗 起先也是质疑啊 现在不会了啦 现在是反而颠倒过来 什么意思啊 颠倒 昨天没说到一个笑话 我今天可以说给你听 你马上就拆我的台 昨天 我没那个意思啦 我没那个意思啦 因为昨天錄过一次 然后收音 收音失误 结果没有录出来 所以你看嘛 坦白重宽 今天又跑来 结果刚才假正惊啊 刚刚很震惊的开场 现在马上破功 好啦 我们再重新聊一次张大哥 你说什么有个什么笑话 后来最近差不多将近十年就有一个很好笑 不是不是笑话 不是笑话 因为之前 昨天跟你提过 有些邻居的农民 他不相信我们的做法嘛 然后大概将近快十年了 这一个很好玩的一个现象 就是说 比如说我们乡下有很多什么野菜类的东西 你刚才有提过什么桂尿 那叫特殊的环境才有办法生存嘛 那最多的是什么 行材 交行啊 那个季节到现在季节到了就开始生了嘛 就是野线啊 或者是交行啊 啊 types的 我说的龙葵 那个很多嘛 而就一个现象跑出来了 他们的园子也会涨啊 你说 盥形农法的园子也都会涨 也都会涨哎呀 你说的 不是他们修想来我们家采 他想来你们家采 不是想是喜欢 你就指.. 你是指 他们家 菜园也都长出那些东西了 不是 他们的农园也会长出那些东西 那为什么不再不采他们家的 是啊 我也觉得很奇怪啊 哈哈哈哈 因為 啊 因為那個菜是長在有機的田裡 你也不能這麼說 你媽提示的 其實吃起來口感不一樣 還喔 比較好吃 這麼明顯 真的很明顯 我既然都被那個張大哥那個揭穿了 對 其實昨天我們先拜訪第一次的時候 聊了好多 聊了好開心 竟然都沒有收錄進來 今天第二次大米自己就裝乖 然後就讀了一些有機資料 所以剛剛才會知道說 原來台灣有機農業二十年前就萌芽了 那你真的算是台灣最早期的有機農業 剛開始的時候 所以不是掛在沙灘上 是躺在沙灘上 有不一樣 姿勢不一樣嗎 沙灘上你看到有掛的嗎 除了洋山以外 好啦 所以沒有 可是你還在 你還站著 你還繼續在衝浪 你現在還在有機農業裡面衝浪 然後還帶著你家的下一代 我們在掛號排隊 喔 可是說真的 當年還 當年跟你一起 站在那個浪頭上的農夫 已經所剩無幾了嗎 嗯 還有啦 還有啦 不要說所剩無幾 那個聽起來多 怎麼講 多悲情對不對 可是他不就是一件挺讓人覺得悲情的事嗎 那我們再確認一下 請問張大哥 你為什麼要做有機 其實 怎麼講 昨天有提過一個原則的問題啦 就是說 我的附近他們那一代 他們所接觸到的 就是我們的所謂傳統栽培 就是使用農藥啊 耗穴肥藥啊 除藻肌 這一類的栽培方式 它是為了要養育我們嘛 嗯 所以我的重點是說 我們要回來做這個 有機農業的時候 只是說講得好聽一點 一個立即出發點來形成 就是我們不要當罪人 因為我們 所以讓我們上一代 把這塊農地搞成這個樣子 當然我們有這個責任 把這塊農地再回復下來 然後再交給下一代 那如果我們再跟上一代一樣 為了下一代 再把這塊農地再榨取他們的 那些有的沒有的 那後來交給下一代的時候 那塊土地叫什麼 可能比沙漠更可憐了 那個是 那麼真實的 可以看到土壤的變化的是不是 當然可以啊 因為我沒有採在泥土裡喔 我相信有很多 平常也只是看看節目 聽聽節目的人 不是真正務農都不懂 剛剛有提過啊 為什麼我們周遭一些 冠型農法的農業 為什麼要採野菜 採到我們家來 為什麼 他們知道 看著自己家裡那個土 沒有 不是看啦 是真實表現出來 他們家的野菜 跟我們家的野菜就不一樣 所以他們喜歡來我們家採野 我們家的野菜 就是渣炒的意思 當然我也樂觀其成啊 有免費的義工 可以幫我們除草 是不是 對啊 那要把條件談好齁 能吃的採走多少 不能吃的也同時 要幫你除走多少 他們比我們更內行 怎麼樣 因為把能吃的採走 不能吃的順便把它採死啦 喔 是這樣 採走跟採死 一個是手自編 一個是腳自編 對 太酷了 對 這個敦慶木林這樣是 滿不錯的 不過你的下一代來講 你剛剛講 在你這一代 你承接了上一代的田地 但是你把它改變 你希望改成有機種子 我們有那個責任 有這個責任 那你覺得你的下一代呢 他們的想法 會不會又跟你不一樣了 因為他們從小就看 這種工作方式長大嘛 大概了解這種 工作的心理啊 或者是那些原則的問題 大概他們可以接受 再加上我們最近的 這些食安問題 可能可能他們會接受這個方向啊 可是到底 因為從事有機耕作的話 會不會是比較辛苦的 這算偏見嗎 我們 我們總是覺得 有機應該就是要比較貴 因為它產量也比較少 然後都要人工除草 那這個有機的那個道理 當然我是沒條件說的 總的來說 它是不是普遍就是 比較辛苦的農作方式 以你的 如果你以在管理的方式來說 當然是會比較辛苦啦 管理 管理啦 在生產管理的過程 但是如果你整體來說 不一定會比較辛苦 不一定 因為這個要時間 這個要時間 因為我常說一句話 土地是很老實的 你怎麼對待他 他一定會怎麼回報你 嗯哼 這是真的 這是真的 你還是能夠堅持這麼久的話 你自己覺得有什麼特異功能嗎 其實那不是什麼特異功能 那是一個原則而已啦 嗯哼 一個原則 因為我們我們懂 我們看得出來這樣做 不是說一定有回報 是說它後來一定有一個結果跑出來 已經做了那麼多年了 20年了現在結果都跑出來了 現在唯一擔心不是擔心什麼東西 是擔心說氣候條件是不是適合 嗯 不是擔心說這個土地種不出什麼東西 那現在冠型通法是說 我這個東西種下去 是不是可以順利的種得出來 那是因為土地 整個條件都已經敗壞掉了 嗯哼 但是有機的環境不一樣 你這個很有自信的說 現在已經結果都已經很好 都已經擺在眼前 這個結果指的是你的土壤 你的田地 現在是你要它種什麼 它就會長什麼 就一定都長得很好 要看氣候條件怎麼配合 當然是要適地適中 還要當季栽培啊 不能像我們的政府 不是政府推廣的 我講錯了 是我們的消費者需要的啦 我們在夏天要吃到高冷蔬菜 那就有點太over 當然我們平地農民不可能嘛 對不對 當然你要適地適中 而且吃適地適中的東西 其實是最適合的 而且營養價值最高 而且成本也最低 而且最安全的 為什麼昨天講過嘛 我們的農委會花那麼多錢 教農民怎麼去種菜 怎麼去種水果 為什麼撥一點錢去消費者基金會 教我們的消費者 怎麼去消費我們台灣 這些農產品在適當的時期 適當的季節 然後消費適當合格的那些 不是合格 就是當季的那些農產品 這不是很好嗎 既安全營養價值又高 所以常常我們都是被消費者決定 我們要種植什麼 所以農產品有時候就一窩蜂 甚至於會崩盤這樣 還有某一些那個大的 那個大的某某團 某某團 財團 財團或者連鎖 我沒有說 某某團 旅行團是不是 也可以啊也可以啊 也可以啊 好我們都懂啦 大米自己的故事車環島 我們一路下來 通常我們不去講說 我們一定是對有機特別好奇 不是我們當時只是很很在意 很想去支持友善耕座的這種農法 那友善耕座就是不用一定去理會政府的認證這件事情了 像我從宜蘭來的話 友善耕座小農這些就是他們純粹自己想要這麼做就這麼做 旁邊的環境他們管不著 但以張大哥你這邊 這麼二十年下來 然後整個環境幾乎就是在你的管控之下 所以你可以一直以來都擁有有機的認證 這個是 我也是去年才認證 什麼意思 因為政府規定啊 什麼意思 所以以後小農沒辦法生存 尤其是有機產業 你怎麼可能去年才認證 因為之前不需要啊 請民視 因為之前只認一個娘嘛 之前只認一個娘 所以不用上架嘛 等一下等一下 講清楚你之前是只認一個娘 意思是說你都 你的農作物你的有機蔬果 都只賣給主婦聯盟 對 所以他們內部的檢驗比外面的檢驗更嚴格啊 內部管控比外面管控更嚴格啊 那現在因為政府的因素 變說這些東西你要上架就必須要有驗證 即使是上這個民營機構自己的架 也要 也要 你只要對外販售的話 當然 我不曉得主婦聯盟現在是變成怎麼管控他們的各站所的那個上架的程序 我是不知道啦 但是後來我是知道說 如果你要上架可以公開販售的 就是一定要驗證 這對你去年發生這件事情 處理這些事情有些什麼 行動歷程 不會啊 增加成本而已啊 笑笑的說不會啊 增加成本而已 我們都已經習慣了 增加了多少成本啊 一點大概六到八萬吧 哇 難怪你說小農根本應付不來 對我來說也是小case而已啦 你是說六到八萬是小case齁 我們可以選擇放棄啊 重點是不能放棄啊 因為被規定了 所以還是硬著頭皮要去做啊 是這樣 對我們農夫來說六到八萬做多少事了 當然是啊 台灣的有機農業發展 如果說1986年當時開始 政府有那個念頭想推行的時候到現在 我看到一個數據喔 他說其實有機產業就忽然間 反正這麼多年來一直暴增嘛 產業的那個產值是有增加了 有機專賣店也哇一直增加全台灣 可是呢事實上生產的面積是增加了 可是生產面積的量還是很有限的 這個道理我讀到這個資料的時候 我想還是親自請教一下有機專家 張大哥好了 他說面積是增加了喔 但是他那個生產出來的量還是會是有限的 為什麼啊 大米這樣問喔 我應該說回應你一個問題 基本上我不是一個專家啦 好你就是客氣啦 我真的我不是一個專家 為什麼你知道嗎 不知道 說一句玩笑話啦齁 我們台灣的專家 就是一條很聽話的 生物 你要害我你不要害我 你就給我裝笑然後壞人都我當 其實不是啦其實不是 因為為什麼我說我不是專家 因為畢竟這個產業齁 講的比較吸引就是說 他針對他的危機齁 然後地區環境他很敏感 有機產業這個東西 所以我是在這個地方 經營了22年嘛 經營了22年 所以我懂這個地方的危機齁 這個地方的土質 這個地方的生態 這個我知道啊所以比較好做啊 所以我跟你說我要換到花蓮國去做的時候 重新從零開始啊 嗯哼 一樣的道理嘛 所以我不是叛逃 嗯哼 我是開疆擴土 你自己又自己爆料 花蓮國又跑出來了 張大哥閒聊的時候一直聊到花蓮國 我想那什麼地方 然後原來是很可能他會選總統的 一個一個新國家叫花蓮國 是這個很喜歡天馬行空亂想的張大哥 你說生產面的那個量那個部分 好不要講專家不專家啊 就你自己來看的話 你擴增了你的種植的面積 他的在有機種植來講 他的量是不可能衝得很高的 不會啊 這對我的經驗來說那是不對的 是容易的是不是 是容易的啊 本來就是容易的啊 怎麼 為什麼你說起來就這麼輕鬆 其實真的要做有機 不是像現在政府推廣的時候 一個三五分地就要做有機 其實很困難啦 因為你要配合周遭環境 為什麼我可以做得比較順利一點 就是因為我的面積夠 而且都聚集在一起 聚集在一起 聚集在一起 都是林田嘛 都是林田 再加上就是我有一邊就 去除那些煩惱 一邊是高品溪 沒有污染源的問題 我這裡又沒有什麼工業區 所以減掉很多很多的 麻煩很難克服的問題 唯一克服就是說 林田的病重害污染 或者是農藥污染而已 那如果說你一個四五分地 你四周圍都是其他林田的話 可能你要克服的問題會比較多 所以變成說你的產量 就沒辦法出來 為什麼沒辦法出來 光你的隔離帶 你就佔掉你二分之一 三分之一的耕作面積了 所以政府的數目是 你有五分地做有機栽培 其實真的生產不到三分地 這是一項 那另外就是說 可能我們在 我們在做有機栽培的時候 可能是每個人認知的差距不一樣啦 有人認為是說 可以克服不使用農藥 然後不使用化學肥料 然後就到這個階段以後 有一個共生的觀念很重要 不是跟草共生跟土地共生 還要跟我們的病重害共生 這個很重要 如果你可以克服這個問題的時候 你的問題就是 逐年逐年可以遞減 然後你的產能就可以逐年逐年增加 那如果你沒辦法克服這個問題 你有病重害了 你就把它克服掉 克服掉 然後你就走到這個階層而已 你就沒辦法再上去了 就這樣 我記得你說過 你的有機耕作的經驗 在第五年是不是 就已經達到平衡 生態可以平衡 生態可以平衡 可以告訴我們 那是一個什麼樣的世界嗎 那就一個食物鏈跑出來了 一個食物鏈跑出來了 當然它不會說 每一季每季都這個樣 但是你可以看得出來 譬如說 舉個例子 譬如說你在種黃秋葵的時候 這個比較長期的桌 或者我們種茄子 我們種紅柴 比較屬於長期性的茄子 你去看它 它每一顆植株裡面 絕對有一隻或兩隻的石櫻虎在上面 什麼魚 石櫻虎就是不結網蜘蛛 不結網蜘蛛 就有一隻或兩隻 佔據在那個地盤上面 那它專門吃蟲的卵 吃幼蟲 所以我是說 因為我們的天敵 大部分都是葷食的 然後我們的害蟲 大部分都是素食的 素食一定是比葷食的要 強跟更壯 這是一定的嘛 所以如果說你用一些 當然天然之計是可以用啦 這是我們的目的就是說 你是要降低它的密度呢 還是要把全部都把它殺滅掉 你如果降低密度的時候 那還可以 還可以 天體還可以接受 就是說有 偶爾有一些天體會流下來 那如果真的要把那個 全部的我們所謂的害蟲 都殺滅掉的話 那可能天體也沒有一直幸存了 那所以你的生態要重來了 所以那個共生的觀念很重要 你剛剛有聊到 即使你的土地照顧的再怎麼好 人都還是看天吃飯喔 天氣這個事情啊 對當然要看天氣 最近的天氣 這幾年天氣 比起一開始早年那樣子 你這個地方高雄大樹鄉 你感覺變化大嗎 很大已經第三年了 今年最嚴重了 今年最嚴重 哪方面 氣候啊氣候變異啊 而且高溫 所以為什麼會有 五月六月 不是沒雨喔 是真的沒有雨 喔 汗 對乾汗 那跑到八月 所以才要輕鬆 寫一篇文章 為什麼有八月沒 是因為這個樣子 八月沒雨 對於你這邊這次的影響是什麼 產兮兮 你是說我剛剛 跟著你逛了一下你的菜園的 那一副慘況 對不對 哇我真的要告訴大家 我還真看不到什麼蔬果耶 有有有很多很多很多 什麼 就一樣不能賣錢的 哈哈哈哈 真的 就是一個 什麼草都有 對啊 然後棚架什麼那些 因為也碰到颱風過後 然後又來個梅雨季 這樣算起來 今年損失會是最大的喔 對蠻大的 所以說在農業上來說 應當是這麼說啦 嗯 機會是給有準備的人 當然如果你把你的 我們的怎麼講 這個算是我們的工廠嗎 可以這麼形容嗎 但其實也不是 應當說 把我們的基本面 準備好了 嗯 當時機適合了 氣候條件適合了 我們就可以順利生產了 嗯 嗯 就這樣而已啊 哇你這句話 會不會太樂觀了 剛剛講的就是天災啊 氣候 你並沒有去埋怨說 都準備好 我就是準備好的人啊 可是天氣還是這麼糟啊 那你意思是說 反正你永遠就是 還是讓自己準備好 等天氣好來的時候 就會有好的收成這樣子啊 我們就有機會了啊 我眼淚快掉下來了 啊沒有啊 怎麼會樂觀成這樣 那怎麼辦 好不然怎麼辦喔 要換一隻嗎 換一隻什麼 你很怕的那個啊 狗狗 哦 對這個農村喔 我也要特別形容一下 特別描述一下 在一路上 跟著米媽環島的時候 我們走進 從北到南 很多各式各樣的農村 可是說真的 農村早就不是 我們想像中 可能比較 就沒開發很 落後 今天第一次到 張大哥家 遇到的是石頭路耶 車子輪胎縫隙都會卡到很多小碎石 你們家這裡的環境 這個問題不要談好不好 蛤 他就牽涉官商勾結 蛤 因為他已經配發使用了 蛤 砂石場你知道嗎 知道啊 爐渣你知道嗎 知道啊 都在你家 周圍 我們是談農業 我們談農業 可是農業被這些東西包圍 那我們也沒辦法 無人為力啊 哇 真的 好我們接下來聊一個 你的有機蔬果這個達人 你們家的餐桌食材 的特色是什麼 嗯 特色不用說啦 我是說這是 這一輩子都是我的罪過啦 蛤 什麼意思啊 因為老大去外面念書嘛 老二男生也去外面念書嘛 然後老婆跟大女兒 他念書都都住家裡嘛 他們現在這兩個女生 情況最嚴重 怎麼了 他不能碰到外面的食物 蛤 會身體 會馬上很誠實的說 糟糕 有調 身體是還好啦 女兒是舌胎直接掉了 蛤 然後老婆是直接 嘴巴裡面就起水泡了 他們太敏感了啦 喔 這樣 聽 所以因為常年吃那麼久的 有機喔 可能對那一些 沒有什麼抗體啦 東西都比較快 嗯 啊真的很快 所以他們吃東西我先吃一下 我嘴巴如果會麻 我就跟他們說你們不能吃了 蛤蛤 這個比吃素的人不小心吃到肉 那個還更 喔更更更立即反應 對 欸馬上啊差不多五分鐘就知道了 嗯 不是 那這是個大麻煩的事耶 非常麻煩耶 生 人總是要生活啊 有時候 嗯 出去 對啊怎麼辦 沒有 你是挑一個 污染機會比較少的東西吃啊 呃 他們都很內行的啦 例如可以怎麼 不然你就吃罐頭啊 罐頭會比外面 炒線做的東西乾淨 不是啊 不是乾淨 因為至少就破壞掉了啊 喔 哇 等一下 這我要問你媽一下了 媽 竟然就是長期吃有機 身體已經就是 是說太乾淨嗎 沒有抗體啊 少了一些對外面調味料啊 什麼的抗體 不是調料啊 是一些農藥啦 農藥 主要是那些東西啊 如果一般身為家庭主婦啊 媽媽你聽到這樣子 你會 你會怎麼想 你會不會覺得那還是 多少有機 偶爾吃就好 不要太常吃 你會這樣想嗎 不會這樣想啊 因為吃有機的 已經長期來的 這一段時間 我們體 我們的身體 我們的口感 都已經 已經一個一個承諾了 那你在吃到 那個沒有沒有有機的 到外面去吃到 不是我們常吃到的 就馬上就會感覺 就馬上會感覺 那說起來 是說 敏感度比較高 可以這樣講吧 不是會怎樣 就是我們就知道 那盡量比你們 不要吃 也不會說 危險 厲害 影響到什麼樣 應該也不會 沒有這麼嚴重啦 但是我們知道說 我們平常都吃 有機的 我們平常都吃的時候 很平常健康的 很平常吃的 很習慣啦 突然 今天中午最餐的菜 在外面吃的 它這個真的就是 跟我們不同 真正不同 我們真的能靈感到啦 應該是這樣吧 這個問題很現實啦 說真的 好的東西久了以後 你好像給自己也上了一個 像保護照 好 可是保護久了 對外面很現實 殘酷的世界 不會這樣嗎 不會啊 那是我們現在常在用一個 一個名詞啊 雞飛成是啊 所以我就是那個 已經把 飛變成是了 就是喔那 我還是不要太長期吃有機好了 我還是偶爾吃一點農藥好了 我這樣建議你 那是正確的想法 完蛋了我們 我們消費者完蛋了 那沒辦法啊 真的沒辦法 嗯 說到這個 我要說一個更好玩的 更好玩的事給你聽 你知道我們是吃什麼 豆子長大的嗎 我們吃豆子長大的嗎 你喝豆漿嗎 喔喝喝 你吃豆腐嗎 對對對 都是黃豆嘛 那十幾年就在談 談一件事情了 嗯 這大家都知道啊 為什麼政府 這幾年才敢公布 就是 基改的豆子 哪有那麼好聽 蛤不然咧 那個叫基改二號飼料黃豆 養豬的 喔對對 有有 曾經有 獨立報導 就是很 很深入的去 把那個是怎麼樣 從美國 本來是養雞的養豬的 然後進到台灣之後 喔原來都是台灣 人吃的 所以我們的台灣黃豆 本來在二十年前 還有在生產嘛 所以一下就沒有啦 嗯哼 因為價格根本比不上啊 嗯 所以 你說這個是我們的錯嗎 對啊 怎麼 聽起來好像是你農民 有機農民的錯喔 是啊 是啊 照理可推是我們的錯啊 我越來越可以感覺 你為什麼要 把自己放逐到這裡了耶 你根本跟外面格格不入啊 呃 不是格格不入 因為他們不倒 對啦 對 欸你還清醒齁 欸我是這個 我是站在雞飛城市的這一段 這一段的人 欸你都不會被我拉走耶 我已經分不清是非了 我即使今天坐在張大哥面前 然後剛剛去看了你的有機 蘇果人的菜園 我還是眼裡面看到的還是會覺得 蛤 草這麼多 嗯 產量很差耶 可是車子一開出去 一看到其他果園菜園 哇 好整齊喔 一大片的 這樣才對嘛 我們吃的東西就是從這個地方來的啊 大量生產製造乾乾淨淨的 我們完蛋了 不會啦 不會啦 還有救 有啦 怎麼救 至少你再救了 哈哈哈哈 好我最後一個問題 你是不是現在種菜啊 務農是一種很自在的做法 不太管別人 不太管消費者 不太管天氣或什麼 你自己常常是隨著自己想幹嘛就幹嘛嗎 以22年經驗來講 不能這麼說啦 因為 因為有機農業這個東西還是要視低視重 還是要適應季節的變異啦 一定要這個樣子 但是有一個優點 嗯哼 欸 我講小聲一點啦 好 老子不種也可以吧 是 老子不種也可以 哈哈 因為季節到了嘛 你要種早一點 種晚一點都可以嘛 嗯 是不是 何必跟人家一起爭呢 嗯哼 你可以提早種也可以 也可以晚一點種啊 或者是你可以乾脆不種啊 嗯哼 啊因為可以種的東西太多太多種了 所以我們可以自己調整 我覺得你真是個就是那個叫什麼 每次都有叔父比排行富翁的排名 你應該是農民界的那個富翁排名 那個叫家裡沒大人 家裡沒大人 對對對你不是口袋的錢的富翁 你是對你土地的那種富足 你對你土壤的信心 不是我對他有信任感 對你那個整個信心好 對 然後 好強強大到 我真的就是高興要什麼時候要種 我就什麼時候種就好 當然可以啊 我不要違反季節就可以了 嗯 那是我自信的地方 我 我想這應該是很多人 如果自己想要有一畝田 想要耕作的時候 最終極追求的目標吧 這是你要去 怎麼去經營過你這一畝田啊 重點是那個過產 嗯 所以如果有人心癢癢的一個 朝九晚五的上班族 心癢癢的 想要也到回歸鄉村 或者是去租鄉村的地方 某一塊田 也想開始試著這樣做的話 是不能求快的 我是不建議說 有人心去說 鄉村做一塊田這樣種啊 我不建議這個樣子 那一定會斷雨而歸啦 因為這一條路不是那麼好走 他就純粹想要體會農村生活而已的話 體會可以來我這裡當長工啊 哈哈 有缺是不是 當然有缺啊 永遠都缺 是遠了點 那歡迎大家 報名來高雄市大樹區 現在是 正濃忙的時候 正濃忙的時候 對 雜草重生啊 不過可以吃到 幾乎採摘下來 直接生啃也沒關係的蔬果 有一些東西不能生啃 茄子熟了可以吃 茄子熟了對 我們現在去吃茄子了 先等一下我先吃茄子好不好 我先弄一下 好 謝謝張大哥 有吃的就結巴了 真的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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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 請